這時候看到美國眾議院 以222票支持 210票反對 通過了2022美國競爭法案 好 競爭法案怎麼樣呢 就是要補貼晶片業 撥款520億美元 鼓勵美國私營部門 來生產半導體的產業 大使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發展 我想美國現在就是 感覺自己落後 所以他才有這個法案 就是說 完全顛覆美國的政治傳統 直接用現金來 來補貼他的產業 這個我覺得 以前都沒有過 我以前跟很多美方的人士 在談的時候 他在笑我們台灣 他說你們怎麼還有工業政策 他說我們從來沒有工業政策 他說你這工業政策 你這是不公平的 那為什麼你今天 你說這個產業我要給他 我要給他 我覺得我要輔助他 他基本上以現在的 這個國際貿易法規定的話 就是自由化意識 就是說你政府不要去插手 產業的發展 讓市場來決定哪一個產業新 哪一個產業敗 對不對 你這個政府去插手的話 你是使這個經濟 所謂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經濟運作的效率會降低 你本來就是要形成一種自然的分工 你如果這個產業在 你像西方人的理論啊 李家圖的比較利益理論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今天到市場的規模 今天在你美國生產 合適的話就留在你美國 你不要去扭曲它 那今天這個市場的 市場的這個 不是說好 所謂的Invisible Hand 它那隻神 如神之手 說這個產業要在中國生產的話 那就是中國生產 最符合怎麼樣 資源的最高效率的運用 這是他們自己講的啊 所以天天就跟人家講說 你連工業政策都不能有 你也不能有補貼 天天就告別人補貼 那你今天美國竟然通過了這個什麼 這個 美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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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美國競爭法案 3500億美金 這不是一筆小數目 3500億美金 你對一些中等國家 甚至稍微小一點國家來講 是人家的一年的 整個政府的財政預算 對 這個是不公平競爭嘛 你這個你不要說 你只眼看中國大陸 你美國那你今天把所有 今天這些中小型國家 它的經濟發展的升級的機會 你全部扼殺啦 你有沒有顧忌到人家的生存 沒有 可是我認為它今天這個 在眾議院 事實上這個投票 你就可以看出來 它有很大的阻力存在 211票 對 220 對 這個我就想他到了這個參院以後 我就想有一位先生 搞不好 曼清嗎 曼清先生 搞不好又在那邊強調 最近還很麻煩 有一個人中風 所以這個法案到了參院 參院是50比50 對 50比50 那曼清 加上那個中風 很不幸中風的先生 那也是民主黨 他就少兩票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前景還不曉得 參院已經過了 這個案子應該過了 參院是去年通過 就叫做美國戰略與競爭法 他們兩個要進行相關的 這個叫做美國競爭法 要擁敗一下 要擁敗一下 要弄出最後的文字 曼清大概是擋不住了 因為這兩個法案各自都過 只是這個金錢 數字跟內容有一些需要調整 我整個說起來 就這種法案 我覺得今天美國走到這個地步 真的是今日之我跟昨日之我 兩個完全不一樣 那回過頭來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要獨挑 這個半條企業 那我汽車工業 現在活得也很慘 你美國政府為什麼不補貼我 那你要補貼這些 這些所謂的晶片製造廠 Intel大賺其錢 為什麼還要給Intel那麼多錢 那今天台積電 今天三星到那邊是 幫你美國發展製造晶片 他們能不能拿到補貼呢 那Intel就在反對 所以美國做這些做法 我覺得我認為 我認為我現在是預測 它不但不會有成效 而且自亂政教 因為美國今天並不是差 那個3500億 也不是差那個4500億 也不是差那520億 美國的問題是它的整個的經營環境 今天沒有競爭力嘛 你如果要解決的問題的話 你今天在美國生產出來 你今年補貼450億下去 給這個金元片的話 你是不是能保證它的價格 具有國際競爭力呢 那如果說不能保證的話 你能讓這個產業 繼續在美國興盛下去 發展下去嗎 對不對 這是一個問題 那你今年補助450億 你是不是要年年要補助450億 對 所以這些問題 我覺得美國人現在 反正他這個政府就是四年一任 拜登事實上他這些東西 也只想到今年年底的 就是他的其中學者 這個法叫做2022 2022 這是今年而已 明年還可以弄一個 2023美國創新法 問題就是說你美國這個 我說美國今天不是缺 這個450億的問題 問題是你整個的 你的營運環境 競爭環境 不適合這些產業 你美國再投錢 你就一隻頭吧 對不對 那今天為什麼台積電在台灣 能夠獨霸全球 那是一個整個配套出來 所以美國現在也變成一個問題 就變成頭頭一頭 腳痛一腳 缺乏一個長遠的 一個發展的 發展這個美國整體競爭力的 一個做法 而且說實話 3500億對美國人 美國這麼大一個經濟體來的話 事實上我也認為 北水其他心 而且我認為它會造成 美國社會更大的撕裂 因為這個是越來越走到 社會主義的一個角度 那對於我覺得 對於美國的這個 像川普的這些支持者來講 他們的價值 那才是跟他們價值在對撞 那回過頭來就看 大陸這次東奧展現這些 這些高科技 就是所謂的黑科技 我覺得這一次大陸 想要展現的基本上都是 都是IT方面的這種先進的科技 而且很敢用 也就是說也展現出來了 你這種都是光影投射的 這些都是要 虛實的 虛實的這種數位科技 那種虛擬的跟實境的 這樣配合在一起 這個是現在最先進的 最先進的 那大陸我覺得就是說 我的一個印象 我覺得規模大 我覺得你一般的來講的話 你一個小的環境裡面 他今天在這個鳥巢裡面 做這麼大 然後你要投射得像這麼精準 這個科技的水準是相當的高的 那我覺得大陸這些年來 事實上在這些高科技發展上 真的是不斷地越近 就是往前越 而且我覺得他也提供一個 這樣的一個環境 讓他這些高科技的業者 有機會展現 有機會把他介紹給 未來可能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 他的顧客 因為大陸接著還要辦亞運 對 還有這個殘澳 對不對 還有好幾個重大的運動賽事 今年就三個了 今年就三個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的話 就是說 這個在設計這一次的運動 整個運動賽事 我覺得他們 不但就是看到這一次 還看到整個未來這個發展 那現在當今國家能夠 能夠世界能夠做出 這樣子大的這種規模的 而且敢大規模採用這種新科技 新的理念來做 我覺得大陸展現就是說 他整個的管理部門 他們在思想上 他們在這個 在這個觀念上 很能夠接受新的東西 光這一點 我覺得就會比現在美國 華盛頓的這些政客 還在那邊 想回走回老路 去 乾冒天下是大不會 然後呢 事實上走回補貼的這種道路 人家是從這種政府 為中心的經濟發展體制 慢慢要走向自由化 美國是開倒車 而且這種行為 真的任何一個國家 因為我對國際貿易法的 這個了解 我覺得都可以明確的去 在國際 在WTO對他提起告訴 尤其他這樣造成了很多 因為這個金額太大 對很多國家的話來講 會扼殺它相關產業 發展的生機 我覺得這個是對好 其他國家好 治其他國家於不易 對 美國為了圍堵大陸 所謂的這個 美國競爭法案 其中呢 這個票數也很有意思 222票的支持 210票反對 然後反對呢 209票是來自於共和黨的 即便呢 你高舉所謂的反中大旗 但是共和黨在這一塊 因為大政府 小政府的關係嘛 有一些他的抵觸 所以他就是反對的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美國你也被說 是自打臉了 因為呢 你以前都是在說 中國大陸有補貼補貼啦 還告WTO等等 那你自己呢 現在是補貼晶片廠這一塊 另外呢 這個美國競爭法案 裡面也有提到台灣 說呼籲美國國務卿協商 把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怎麼樣 改名為台灣駐美代表處 我想問一下 亮哥你怎麼看這一個 另外呢還有一個 就是呢 在表演當中呢 也有一個叫做 一個鴿子也不能少 就是一個 一個落單的一個鴿子 然後呢就是在 和平哥的展示當中 一個小鴿子掉隊了 另外一個小鴿子呢 從隊伍裡跑了出來 把掉隊的小鴿子 拉進隊伍當中 就被說 這是在暗喻台灣嗎 中國大陸共青團就說 迷路了孩子早點回家 你怎麼看這個 聽說本來排練是一個意外 對 那後來張藝謀把它變成主秀 是 那 而且剛好在東南東南方向 這樣 所以政治味道很強 這個 這個是一個表演的插曲 對啦 不過我覺得美國確實 因為共和黨 不只共和黨 也包括民主黨的溫和派 很多人都認為政府介入 來選擇產業項目是不對的 應該讓市場去做淘汰 所以這個坦白講是違反 美國的整個的 長年的政治哲學的最核心的理念 而且他為什麼選擇半導體 那可能就是因為特斯拉令他討厭 因為那個馬斯克 那個叫做親中的代表 我的意思說事實上 美國可以發展的產業非常多 對 那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他現在有點 找不到路 比如說你看那個商務部長 我就看那個Romando 最近都在重複講 在重複講說 哎呀美國 危險啊 依賴台積電啊 真是危險啊 我看接下來台積電 被要求到美國趕快進行第二家 第三家的投資的壓力越來越大 事實上他那個3500億 裡面有關半導體的直接投資 是只有520億了 那450億是供應鏈 他還有其他的項目 可是台積電光是120億才一家 才一個廠 你去想一想 你520億能做什麼 而且我覺得美國這個危機感 會越來越重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 就我們剛剛講的嘛 他要來搞印太經濟架構 那事實上也是另一波的科技圍堵啊 那對於你看那個Romando 不斷的強調 美國現在依賴台積電的危險程度啊 那接下來他可能會做一些動作 那第二個就是戴琪 我看戴琪已經跟錄音機一樣了 一直跳針啊 就他只會講一個就是說 你還沒有買足啊 你那個第一階段協議的還沒有買足啊 就是他基本上對中國戴琪跟商務部長 大概都只能夠講這些重複的話 那要嘛就是那個科技抵制啊等等啊 所以我覺得坦白說了 我真的很少看過美國的經濟會搞成 都是由政府來主導的 這難以想像 事實上在柯林頓時代他也只有 說那個時候是1992嘛 我那時候在美國啊 柯林頓也只有說我要搞那個資訊高速公路 然後讓國家來提供那個網路的骨幹建設 這個各國都可以允許 那至於在這個網路的骨幹之下 大家可以發展出什麼他是不干預的 美國向來都是這樣啊 那你現在不是啊 你現在已經直接點名 直接進入某個產業 那這個已經公然的向WTO表達說 我開始補電企業了 是 人家歐洲 像空中巴士啊或者是 他們還會用比較隱晦的方式 通過銀行來處理 你是政府邊預算耶 補貼 而且國會通過耶 而且直接給錢耶 是啊 這實在是難以想像啊 這我補充啊 我覺得挑半導體 簡單來說現在可以看到三個理由 第一個是半導體本身它的特殊性 它的的確確 其實是在許多的這些現在的 從5G未來到6G許多的這些產業裡面 關鍵一個核心 那美國呢 它的這個技術的這種佈局 跟國際的這些技術的結合 在比較就是說 核心的關鍵的技術層面 它有這種壟斷的這個勢力 它是有 在技術面 在設計 然後呢在許多層面 它因此呢 這第一個 這個半導體的因素 第二個 它在制裁中國 從2025到現在科技戰到 你看到這個安全設備法 它其實在這個層面呢 要去拖延 或者是延後中國在科技發展的這個進度 那你要去拖延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提升你自己的競爭能力嘛 對不對 因為你拖延它的時候 難道中國大陸不會自己尋求自己的技術突破嗎 當然有 它現在這種舉國之力 也在做半導體的這種各方面的這個發展 從ASML的光刻機到就是說 7奈米以上的 以及許多的這些設計 它都可以就是說 繞的彎走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技術發展出來 因為它有最重要的 就是說不只是政府的政策的補助 它有人才 它有市場 它有市場 半導體的市場 7成以上都在中國大陸這一邊 它如果自己設計出來 你現在華為以前根本不做這些 去叫人家做IC設計之類的 現在華為已經都下包了 開始越來越要求 跑到一個廠裡面可以做個timers 它就給它10樣 你可以做10個東西做出來 你做出來我就用 而且你的良率 你的良率也許只有五成六成沒有關係 在不斷的在改善 那你看到許多的廠現在在國際上 開始反正跑到這個上海A股去上市去了 那因此美國需要這樣子的這個法 這個法未來到底 看起來這個給半導體界520億的這種技術 這個補助 這是給定的 以及就是說在生產鏈 在科技上面 它都是叫補貼 它都叫補助研發 因此這個戴琪講的話 補助研發不算補貼 美國人講話都怪怪 美國人自己定的 第三個原因很重要的 我剛剛講一個是半導體因素 一個是因為制裁中國 當然美國自己本身也要加強他的研發 第三個因素就是英特爾 英特爾的那個叫做 基辛格 他非常厲害 他抓的這個時間點你知道嗎 然後我相信有多少美國的國會議員 包含甚至美國的這個政府 受他的整個英特爾的遊說 然後告訴他說這是非常重要 他甚至在不同的州 又不投的這個投資 然後呢 就告訴他說這是美國跟中國 競爭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英特爾要走回IDM 也就是說從設計到這個製造 甚至也去做晶圓代工 他要去把就是說在韓國的三星 在台灣的台積電的這個能力 把它都拿回來 他最近又在歐海歐 歐海歐給他說什麼要什麼東西 給他滿足了一切 那歐海歐也有歐海歐State 這樣子的一個人才庫在那邊 所以呢歐海歐這裡 他有投資了一個廠 也是200億以上的 再是Arizona也是200億 辛格爾要把Intel 在整個美國的半導體 這個主導地位 20年前的主導地位 重新拿回來 嗯